一一的分配要提供给返乡民众的新春小红包 甜点还有县政府的县政专刊 每位工作人员早已做足了准备 要迎接春节的返乡专程 为了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27号上午民政处特别召开了事前会议 那这一次总共的输入量大概是2668位民众 那我们主办单位民政处 为了使这个返乡专程的活动 能够让民众可以很顺利的返乡 那我们做了一个行前的 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随车服务人员 做一些行前的一些工作的内容的说明 那我们主要在车上是做一些验票的工作 还有发放 县长还特别准备了一些福气小红包 还有小点心要发送给所有 搭乘这一次103年返乡专程的乡亲 那另外我们还有县政专刊 那有关那个搬车如果有用餐的时间 那铁路级它会有换售餐盒的服务 那我们也在这里呼吁我们所有的民众 乡亲在搭乘返乡专车的时候 可以配合我们工作人员的验票的动作 为了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县府民政处动员了处内多数的人员 在每一班的返乡专车上安排了随车人员 可以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那我们这次动员的民政处所有工作人员 我们每一台车最少都有服务同仁 大概有三个人 那第一班车第二班车我们配置有四个人 因为有些班次它是有12节的车厢 所以民众比较多 所以我们随着服务人员 他们都是搭乘在返乡专车第五节的车厢 如果有需要在车上临时需要我们服务的 那请民众就可以到第五节车厢找我们的工作人员 那工作人员在车子行径当中 也都会不定时的到各车去行务 我们返乡的乡亲民众有需要服务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随时为各位服务 谢谢 台东县政府连续举办了三年的返乡专车 提供外地工作的台东乡亲能够顺利返乡过年 今年有了更多的经验 也相信能够提供给乡亲朋友们最感动的服务 最温暖的新年 东台新闻林婉珍 李宇清 台东市采访报导